开米方台中心虽然已经离开 但是营兹的西南气流 大来的火山非常惊人 港医官新港区的浪电 差不多都被大水喝掉 港医官医官丹文中 料水建立在区来抗扎 发现包括南鲜村、南银村 不论鲜丹教全部都做大水 开米方台中心离台 但是营兹西南气流 共风博物不断 火山非常惊人 盖管新港区的浪电 差不多都全烟幕 盖管医官丹文中 设水建材区来抗扎 盖一树五角 南银村就落盐水 参方全部都入水 有够大的 这些水就是 被掛材料自宫处理兵流到有关 你看水就被塞兵流到有关 比蚁蚂还更大 蚁蚂 所以说自宫池那边水开始 那两个水门流到 我们捐来 那个时候我 要抗扎到这边的五点 那边不太大 这边就越大 这边就越大 所以这个 这边说 比蚂蚂大 水如果没拿 自宫池的水没拿 正义就是没拿 他如果他也不继续 还是双子继续 水又下来 自宫池的水越高 水越来越高 他也会继续 为那两个水门 渡管去招来 这是更严重的事 正义里面 一些老人 那边在更严重的地方 更严重的地方 那边的房子 现在 都有麻烦传掉 或是轻贴 去招招 接去安置 都接去安置 现在南鸢 北鸢开始都溶水了 我这段来到 溶水 我由自宫池那边 秋水栈那边 来到枕头 我先把他开口 还是把他开口 再开口 再开口 将来都没有 这么大 南鸢川 南鸢川 北鸢 楼殿 水淹一片 鸿拉丘一台 全淹 新港做大水 谢谢新西文卓民同 新港乡 彩虹不得 为配合嘉义市铁路高架化 跨越北新路桥段的施工 将于113年7月29日 上午9点开始实施 交通维持措施 施工工期约需152天 预计将至113年12月27日 这段期间 将有12个不连续工作天 采取夜间封闭路桥方式进行 实施时段将于晚间9点 至隔日上午6点 封闭北新路桥 北新路桥夜间封闭期间 请依照指挥人员引导 配合工区交通维持设施 及交通标志排面指引 提早改道 改由文化路地下道 或嘉雄路桥通行 此外请特别留意哦 北新路桥跨越桥 施工限高3.8公尺 请高度3.8公尺以上的 大型车辆配合 依工区交通维持设施 及交通标志排面指引 改由文化路或博爱路桥通行 后续跨越三座 博爱路桥 垂洋大桥 以及嘉雄路桥之施工方式 也将采取相同模式 敬请市民朋友配合 造成不变之处 敬请见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